一個指示 我們大家心平氣和來討論事情 那我還是想先請教一下部長就是說 就肯亞這個事件 部長就中國中方這邊 將人帶回去中國的這件事情 到底您的看法是在立場上 就是說您的立場 我是認為大家的協調 沒有 我的問題還沒問完 對不起 我的問題是說您的立場上 究竟他將這個我們的人 帶回去中國的這件事情的立場上 您跟外交部跟陸委會的立場 是不是一致啦 其實可以這樣講 大目標相同 但是專業各不相同 因為外交部跟陸委會 他並不是法律的專業機關 我們比較會從司法的需求上去考量 所以我們比較會強調說 最好證據資料都已經稍微清楚一點之後再動作 那後來陸委會跟外交部也同意我們的看法 所以在這個 他們也就通知了馬來西亞說不要先站好 我現在講的是肯亞 抱歉部長 我現在講的意思是說 中方在沒有知會我們的情況之下 也沒有通報的情況之下 也在第一時間也沒有給我們任何的協 跟我們進行任何協商 直接將人帶回去中國大陸 在這一件事情的看法上面 您跟外交部跟陸葛的看法是不是一致 我們的基本看法都是說 要了解事情狀況 為什麼他們這麼做之後 我們再來做評論 他們做這樣的事情有沒有道理 我們要先了解 如果不了解就先開口指責 那現在對於中方在第一時間 也沒有更讓你了解的時間 就把它帶回去給中國 所以我之後可以了解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啊 我之後想去了解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你在第一時間你認為他這樣的做法 到現在為止 到現在為止你也還沒有拿到任何的證據資料 是不是 那在這樣一直到現在為止 您對於跟外交部跟陸委會的看法 究竟是不是一致 他們也都認為這些事情要妥當處理 妥事處理 但是只是說對已經發生的事情 就是大陸已經把人帶回去之後 我的問題報告部長 我的問題只是集中在一點 就是說對於他沒有跟我進行任何的通報 也沒有進行任何協商 就直接將人帶回去中國大陸 在這一件事情您的看法 是不是跟陸委會跟外交部是一致的 我們認為要再去了解他有沒有充分正當的理由 那外交部跟陸委會因為他不是法律司法的 從林的法律專業究竟 究竟他沒有跟我們事先進行通報 沒有進行協商把它帶回去 這件事情從林的法律的專業 您的看法究竟是適當不適當 還是沒有辦法在現在做評論 我剛剛一直在跟委員報告 我要看到充分的資料我才能做評論 所以您現在沒有辦法做評論 是 所以您的看法就是說 在一直到現在為止 對於中方將人帶回去中國大陸 這一點上面 你作為一個法務部長 是沒有辦法做任何的評論 那外交部跟陸委會 那外交部跟陸委會 是不是在第一時間已經做了評論 認為我們要進行嚴正的抗議 那您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是 贊成不贊成也還是無法評論 他有他們的角度我也不予評論 你也不予評論 那我請問一下 我請問一下 歷來我們跟這個 中國那邊簽的這個兩岸司法的付諸協議 根據我跟你們的這個要求 你們給我們的回覆就是說 我們這邊向陸方請求要來協助調查取證的 是1078件 那麼中國大陸那邊呢 來跟我們請求是569件 那為什麼我們跟他請求的件數要遠高於這個 他跟我們請求的近乎高達一倍 這個你有了解嗎 這個就是看個案的需要 我們的檢察官認為 為什麼件數差到這麼多 因為剛好我們可能很多資料在大陸比較多 大陸的可能犯罪的資料在台灣的比較少 一般應該是這樣 那我們跟他請求的件數 1078件他完成了666件 那麼這一個部分的完成的比例您滿意嗎 我們要看對方有沒有很努力 因為有時候我們提出的請求本身是有點不夠明確的話 那部長我再請教一下 究竟您理解的我們要追溯一件犯罪 要不要符合正當法律程序 這一點您的看法究竟是如何 當然要啊 當然要 那對於跟中國大陸我們請求協助調查取證 我們有沒有將這個調查取證的 這個取得的這個文件 本身是有沒有符合這個正當法律程序 這一點有沒有列入你們審核的一個內容 這是我們一直在協商 調查取證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但是我們現在有一個難處 就是說他可以同意我們的檢察官去大陸那邊調查 可是我們不能同意他的檢察官來這邊調查 理由呢 因為民情不同 民情如何不同 如果大陸檢察官來台灣調查的話 就會被扣上一大堆帽子 說我們大陸管轄到台灣來了 這不得了 上次光是他們公安部有一個通知給地方單位 只是通知說通知家屬說他們家人如何了 就被說大陸來台灣辦辦 部長您這個答戶我倒是第一次聽到齁 您的意思是說 我們的檢察官到那邊去協助參與調查 沒有問題 那那邊的檢察官來這邊協助調查 就會發生很嚴重的問題 我們這邊民情不能接受 您是根據什麼樣子的訊息認為這個民情不能接受 剛剛上次大陸公安來一個文 我剛剛向委員報告 只是來一個文 只是通知而已 就變成說大陸來台灣辦案 就說台灣好像已經被大陸管轄了一樣 我想 就會有一些人煽動這樣的一個 那個報告部長 這邊有一個就是海峽兩岸調查取證局 罪章移交作業要點 是在100年的時候發布的 在這個裡面 當然就有一個互相協助取證的一個 一個規定 那就您要理解 就您的理解 這個所謂的相互協助調查取證 的這一個規定 是怎麼產生的 就是說我們這個調查取證 這個協助互相這個作業要點 是如何產生的 就是因為前面已經合作一段時間之後 覺得可以更具體的 就這個具體個案 他的這種如何合作 稍微清楚一點點的通則 對 這是協議規定裡面 那當時這個協議作業要點 拿到有送到立法院來 被查或審查嗎 這是協議的文字 沒有就是說海峽兩岸 你們另外有一個海峽兩岸調查取證局 這張移交的作業要點 根據那個協議定了一個作業要點 我說這個作業要點 有沒有送到立法院來 這作業要點他只是 那你們這一個協助調查取證的作業要點的規定 有任何人有意見嗎 什麼意思 就是說大家在互相協助調查取證的這個作業要點的內容 會有意見嗎 其實報告員大概都很清楚 所謂互助協議 其實他真正要能夠實現有成果 一定要雙方都有這個誠意 所以我們就希望大家就是很就事論事的理性的互相協助 所以他才會進展得不錯 有很多具體的案件能夠有進展 那麼在這一個調查取證 最張移交的作業要點裡面 有一個是說我們的檢察官可以到他那邊去參與調查取證 你剛剛也提到 那在他的第三點 這個請求書裡面有一個請求協助我們的檢察官前往大陸地區調查取證 報告部長 您知道這個規定吧 是 那我們有沒有曾經請求過說我們的檢察官去到大陸地區參與調查取證 有啊 就是一百 就菲律賓那個案件就是我們檢察官 那我們在這一個肯亞事件 現在人已經被單方片面的帶走到了中國大陸了 我們有沒有辦法 讓我們的檢察官到大陸地區參與調查取證 這就我們想啊 我們現在就努力想要這樣做 不過我剛剛問部長看起來好像對這個規定好像蠻疑惑的 有沒有把它納入我們應該跟中方交涉的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事項 有啊 我們事實上就已經在做了 那請問如何如何參與調查取證 這就是包括 捐證的這個 只有捐證嗎 我還沒講完啊 我還沒講完 我原 喔 對不起 那個大部長 甚至要不要詢問證人等等 這些所有的調查的東西都可以去參與 是 我這個小委員這個抖膽問一下 您講完了嗎 不是 你剛剛不能說我才講一句話 就說後面別的都沒有了 沒有 我有這樣講嗎 我沒有這樣講 你有這樣講嗎 對 那您的 我的意思就是說 您現在跟中方在那邊交涉 檢察官要到大陸地區參與調查取證 您現在能不能告訴我們 你們怎麼樣子 讓我們的檢察官可以參與調查取證 要到對方協商 請他們安排 安排 那你們的目標嗎 總要有一個 你要總要有一個目標嗎 你希望怎麼樣 我們目標就是希望全程參與 不但能夠保障我們台灣人的人權 也可以對他的司法程序是不是公正 對 都能夠把關 是部長這個是比較抽象啦 具體一點的講要怎麼樣做呢 就請他們安排 其他就是定好時間 讓我們過去能夠直接跟他們接觸 做這些事情 跟誰接觸 我們是對口是公安部 對 那我們可以直接對他們相關的人 進行如何的調查取證 能不能具體的說明一下 包括開庭的時候都參與 開庭的時候如何參與 包括設置訊問證人 就是所有的事我們都希望都參與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我今天有部長的一句話 就是說你會努力的交涉 讓我們的檢察官可以在庭訊的時候 參與能夠訓問這些人就對了 所有的事情我們希望能夠 能夠更清楚的參與 我想請問一下部長 這樣的事情 就是說檢察官直接進入 然後能夠參與訓問的這件事情 以前有沒有發生過 當然不是法務部 但不是法務部是檢察官 那過去 對啦檢察官 我剛剛講檢察官 有發生過嗎 那個 好那我們請副司長說 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目前對於我們雙方派員到 對岸去訓問證人的部分 我們現在的合作模式是說 例如上次有一件案件 我們就到大陸去 我們是派檢察事務官去 還有我們的司法警察 到大陸以後他們在訓問的時候 我們另外有一間辦公室 是可以同步的去看他們開庭的內容 開庭的狀況 然後我們的人 因為我們對案情比較了解 因為那是台灣請求的案子 所以我們就可以補充訓問 請他們幫我們 請他們的檢察官 再幫我們補充問一些問題 問完以後筆錄 我們就當草帶回來了 另外大陸向我們請求的案子 也有這樣子的案件 就是我們的檢察官開庭的時候 另外有個視訊的辦公室 讓大陸的檢察官 在那個辦公室裡面 看我們開庭的內容 那同時呢 他們有要補充訓問的部分 就會請我們的檢察官再補充訓問 訓問完以後筆錄再讓他們 那個副市長跟部長 就是說我們 我們在審理案件的時候 你剛剛也提到我們要遵守 這個正當法律程序的原則 都在台灣 大陸的 大陸的 那個部長 部長 對 好 不好意思 我也 你剛剛也提到說 我們在審理案件要遵守 這個正當法律程序的原則 那麼 如果按照您剛剛兩位提到的 這樣子的一個 到中國大陸參與的調查過程 讓我們這人旁觀 不能夠直接參與 來進行一個 參與訓問 那麼 相關 相關 的這一個證據取得回來之後 他是不是還是有傳聞法則的適用 大部分法官都採認這樣的證據 是 那我們另外有一條 就是說 協助調查取證 跟罪章 罪章移交的罪要點 有一條就是說 我們為了要 讓這個正當法律程序能夠符合 我們要 請求協助促使這個特定的證人 要來到台灣地區作證或陳述 我請問部長一下 有沒有曾經成功過 讓任何的證人 到我們台灣地區 來作證來協助辦案 讓我們來避開掉這個傳聞法則的適用 然後讓我們能夠比較符合我們的正當法律程序 有沒有曾經有過 我不確定 我告訴部長沒有 沒有 有嗎 舉得出一件過來給我 這個要法官還有檢察官 要向我們法務部提出請求 然後我們跟大陸 對通知以後 然後大陸呢 他們還要把那個傳票送給那個當事人 送給證人 那就看那個證人要不要過來 所以我就是說 我們在做任何的刑事司法互助協議的時候 我們不管是把人帶回來台灣來審理 對不對 或者我們的人交給中國大陸來審理 我們都要有一個基本的一個正當程序 來定罪的門檻嘛 對不對 對 那我的問題就在於說 我們有沒有辦法確保 我們中方請求他協助調查取證的事項 拿到台灣來 其實是沒有任何的證據上面能力的問題 也就是說 他進一步 可以請他的證人 來到台灣來 直接收到我們的結問 來達到我們行送法最低門檻的要求嘛 同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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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辦法確保就是說 我們的人 到了中國大陸接受他們的審判 我們能夠參照相關 比如說歐盟國家的一個要求 有一個最低司法程度的保障 我們的人到那邊去 我們 不能夠說完全的拱手讓給他說 你要怎麼拘留都可以 你要怎麼做行政拘留 你要怎麼樣子的一個叫他自白認罪 都可以 而完全的棄正當法律程序與不顧 當然不是可以 當然不可以這樣 那我的問題就在於是說 今天人已經被他壓到中國大陸去了嘛 你們今天也要派 講完過去了嘛 我們現在能夠寄望的是 您一再的說要跟他進行協商 進行了解嘛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確保我們的國人 在中國大陸 是能夠得到一個我們認為至少 至少一個最低的正當程序的保障 我們要協商他們讓我參與 我們才能夠去 才能夠知道我們能夠保障他們到什麼程度 如果我現在說我可以保證 那我是開空投資票 因為都不知道可以做什麼 怎麼做 我只是互相其勉 我們在2002年跟美國簽的司法互助協定 我們在2013年跟菲律賓簽的司法互助協定 都有一條 受請求方 也就是說如果這個人是在中國大陸 應該要準許我們請求裡面所指名的這些人 就是說包括我們的檢察官 可以在場詢問作證的人 這一個是我們跟美方達成的 我們在跟 對 我們跟 我們跟中國在簽以前達到這樣子的一個 跟美國達到一個這樣的水平 我們在之後也跟菲律賓也簽達到這樣的水平 我們獨獨沒有辦法跟中方達到這樣的一個水平 我們一切都要仰賴 受請求方 說在他不違反他自己的規定的前提之下 提供我們的協助而已 可是大家都很清楚 我想我在上次的尋答裡面也很清楚的 你也承認 中國並不是一個具有獨立司法的一個國家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如何確保 我們的人到那邊去 得到一個最低的一個政大